台中海線無期宮廟動圖要送市民金產 不是由現任的市長胡志強代表受贈 而是由即將上任的市長林佳龍代表 這似乎是為了避免尷尬受贈的時候 胡志強已經先行離開 而現場呢還有前例偉言清標 選前例挺胡志強 選後典禮上似乎沒有什麼交集 在典禮上三個人的互動 場面有一點尷尬 胡志強林佳龍兩度同胎 兩人兩度握手點頭失意 尷尬的是廟方動圖典禮 送給台中市民第一把金鏟子 象徵鏟子鏟金 這鏟子不是胡志強受贈 而是送給還沒上任市長的林佳龍 我們希望我們準市長林佳龍 能夠纏動我們台中未來的希望 位在台中無期海線區域的廟宇動圖典禮 前例偉言清標也到場全程參與 只不過選前立挺胡志強 得票數卻不如預期 言清標胡志強兩人看不出互動 和林佳龍三人同台感受得到尷尬氣氛 有著85萬票的民意支持的 準台中市長林佳龍則是連續兩天 批評朱立倫拋出的內閣制 加上已經彰化南投談好合作 國有中霸王的氣勢 我們也在觀察也期許新的黨主席 能夠帶動改革 這個是我想社會所期待的 那麼改革能不能來大步的來推動 就考驗了新主席 朱立倫這個市長 胡志強林佳龍言清廟三人選前選後 角色態度大不同 一場宮廟動土儀式也讓人看出 其中巧妙 近日林佳龍燕營SG小組台中西方報導